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个在加州的驾车人呢 大概如果你要是最近续保的话 你就会发现汽车的保单啊 这个费用上涨了 而且上涨的非常的多 非常的明显 如果你还没有续保的话 你如果马上 比如说8月9月续保的话 你可能也会发现这个问题 这个上涨的幅度很大 那么根据一个专门比较保险费用的这么一个网站 叫做Insureify 它的这个数据呢 是说加州全额保险的平均的年费 今年是2417元 比去年的1666呢 上涨了很多 这个而且还会继续上涨 到今年年底的售后吧 这个平均的这个全额的保费呢 大概到2680亿元 有的高一点有的低一点 这是一个平均的 所谓的全额保险 当然它包括综合险 什么责任险 还有这个碰撞险嘛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介绍那个洛杉磯手法一篇文章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第一它分析了一下 为什么保险公司的费用啊 最近猛的上涨 大概是 今年比去年涨了54%左右 在加州 那么第一是为什么会上涨 哪些因素造成的 然后第二呢 就是它介绍一些 一些小的方法吧 就是告诉你 如何可以节省一点这个保费 当然这个是因人而异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所以待会我们会跟大家稍微的推荐一下 首先跟大家讲一下点 关于加州涨保费的背景 在1988年的时候呢 加州的选民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一个103号提案 所谓微弱就是51% 这个提案在当时投票的时候做的竞选造势呢 是狂斥了2亿0700万美元 这个是美国历史上为一个提案 投这么多钱的税高记录 在1988年的时候 但是还是让选民把它通过了 主要是保险公司反对 这103提案或者叫103提案是什么呢 他是这么说的 说这个保险公司要想涨保费 这里面涉及到三大类 我们也知道保费基本上草草的说就是三大类 一个是property就是房子 一个是auto就是汽车 再一个是life就是人手保险 那你要是在property里面 什么地震哪火呀 这都算在那里头了 你要涨保费 必须得经过一个机构的通过 这是一个政府机构 叫加州保险局 必须由我通过 否则你不能涨 就是因为1988年通过了这个103提案 使得加州保险局局长 commissioner这个职务变成了民选的了 他得出现在选票上面 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很大的一个变化 那这样的话一听是保护了消费者 保护了买房子买车买人寿的这些人 你不能给我随便涨 但是他还有另外的一面 就是加州这个地方 为什么专门把它给提出来呢 它跟美国其他地方有点不太一样 首先 这地方开车的人 这个一个比较独特 开车的人很多 公共的交通非常的不发达 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常常是很远 这是第一 第二 房子 我们这儿的房子 一会儿泥石流了 一会儿火了 一会儿地震了 这儿的这房子的保险啊 一方面很贵 保险公司赔的时候也很贵啊 对 那叫赔啊 对不对 还有就是 他有一项叫其他 哪些其他的 就乱七八糟 各种各样的 什么点线杆子倒 就是这些事情了 都放在这一起 所以这个保险公司就说了 其实我们之前 我记得跟大家介绍过 什么State Farm离开加州啊 对 哦 你有这个103规定是吧 那我不保了还不行吗 我赔不起来啊 你这又是地震又是山火的 我不接了 保单 我走了 All State 走了 我不接了 现在为什么今天讲这个话题 因为敲不尽的又回来了 对不对 All State又回来 说我在接保单 但是你让我回来 批准我涨价 你给我涨价 那加州保险局批准了 对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 当然103号提案 还有一个规定 就是凡是保险费用 年涨率超过7% 他就要干预了 他就说 那我需要第三方 我需要外人 对你涨价 为什么要涨价 进行评估 看看你提出的理由啊 到底对不对 那你想这个东西 对保险公司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 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啊 对他们来说 你必须要提供各种各样的数据 你怎么涨7%以上啊 你可能得证明我赔了 对对对 你去盈利的话 你休想 对对 所有的东西都 这样一来的话 对保险公司非常头痛 在加州 这个拉保单 所以现在呢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好多保险公司 要么就是离开加州了啊 当然是属于比较小一点的保险公司 大一点的保险公司呢 还留在加州 但是呢 他吸收新客户的数量受到限制 就是说 你一天不能给我 毫无限制的都给我收进来 我有的不要 所以经常 他们每天 我看那个洛杉矶时报报道说 每天都会拒绝三到五个 就是一个保险经纪人 就会拒绝三到五个 想要投保的人啊 所以一些保险公司 现在以前有grace period 就是当你的保费到期了以后 你不管什么原因 出国还是什么误了 误交了这个钱 人家给你15天 30天的grace period 让你补交就行了 现在你如果晚交了 持交了 没交这个钱的话 保费的话 他插的一下 不给你grace period 马上给你cancel 你cancel完了以后 这家保险公司不要你了 把你踢出去了 所以就是一个小的失误 大概就会造成这样的影响 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他就指出来了 我看这个 他们就说 你看以前的汽车啊 你如果不小心撞到电线杆上 你那个前面的保险杠啊 可能是受到一些损害 但是那个换一下 不管是人工加材料 都比较便宜 可能那个电线关售的损失更大 你的这个保险公司呢 赔得非常少 甚至可能还在你的自负额的范围之内呢 保险公司不太赔 现在的这个车啊 有高科技了 这车撞上去以后啊 它不光是要换那个保险杠 在保险杠上头 有很多敏感的那个什么 感应器什么摄像头都在前头呢 然后这些东西又连着电脑 所以他要换一系列的东西 要重新装上这个敏感器 传感器什么的摄像头 还要把这些东西和车上 其他的科技的东西连在一起 他说这个费用本身就非常的高 比以前就高出不知道多少倍了 所以呢这是第一 第二呢因为供应链的问题 现在的汽车零件也好 现在汽车部件和其他的原因 通货膨胀的东西 包括人工都比以前贵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保险公司说不行 以前的这个保费啊 已经没有办法支撑 原来我们给你提出的这种东西 所以必须要涨价 三大保险公司 State Farm All State Geico 他们现在是这么对 加州政府汇报的 State Farm说 我收到的保费 92%赔了 就是不是赔钱是赔给事故啊什么之类的 赔出去了 都用出去了 也就是说我有100块钱收进来 我92块钱用出去了 这赔一点那赔一点 剩8块了 那你要说这样的大的公司92% 这个是一个亏的状态了 只剩8% 它还有人工呢 它有各种 多了去 它的花费多了去了 也就是说这个比例是不对的 State Farm呢 是92% All State 报的是90% Geico 干脆就是百分之百了 恨不得 对 就是说我这里 理赔就是为什么 原因就是刚才说的 过去修车便宜 现在两个东西 事故多 事故多的原因是车多 车多事故多 开的里程也多 开的里程也多 然后理赔的价格又高 然后车的价格也上涨 还有人体伤害呢 你别忘了 人体看医生啊 说这都得赔啊 还有诉讼啊等等啊 这到最后 你知道汽车事故的诉讼 有谁赔啊 诉的告的是谁啊 不是那司机啊 是那个司机 保险公司 他的保险公司啊 所以是这个问题 那稍等我们再看一看 汽车保费 它涨的之后 有些什么建议让咱省点 但我看好像也省不到多少 咱们看一看吧 欢迎继续收听友 中讯和高林为你主持的 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 是加州的这个汽车保险费 在上涨啊 其实不光是加州啊 全美国的汽车保险费 都在上涨 而且有的地方 据说马里兰州 涨得比我们还多 这个纽约州也一样啊 这个碰到的情况 都是差不多的嘛 就是现在新的汽车 价格就本身就比别的贵 而再加上有些高科技的东西 它都是那个摄像头 或者是什么 传感器啊什么的 都是装在车的 就是外边嘛 所以碰到以后 维修就会比较贵 再加上这个供应链的问题 和人工通货膨胀的问题 这个肯定是会比较贵的 再加上呢 加州有个特别的地方 这个就是疫情期间了 2020年的3月4月的时候呢 是加州最严重的时候 所以有个居家令 居家令的时候 那时候街上几乎是没有车 大家都待在家里都不去 不是非必要的都不去上班了 所以呢非常空 然后呢 当然车上的这个路上的车祸也比较少 因为没人开车嘛 所以就路上比较少 于是啊 这个事情过了以后 加州保险局 它是这个为消费者着想啊 他就要求在加州的汽车保险公司啊 要把这3月份和4月份的钱 你给我降下来 你给我退给 退给这个 这个就是投保人 对吧 因为人家两个月在家里头没开车 那你不能收人家钱呢 于是据说到今年 他们公布出一个数字 说是硬是从保险公司嘴里边 抠出26亿 退给了加州的这个投保人 我好像我印象中 我收到了一些钱 是吧 我忘了 我也忘记了 好 你以为你可以从保险公司嘴里头抠出来 对 这个让你抠出来了 那他在下面以后等着你呢 再给你涨价 然后再加上呢 在2023年之前 他都不许保险公司提出来说不行 那个疫情之后啊 开车的人越来越多 这个车祸也多了 各方面都多 我要涨价了 保险局不批 一直压着不批不批不批 结果现在呢 积累了三年没有涨价的 这个这股后作力啊 现在爆发出来了 哎呦 刚才你说什么45%到55% 这个涨幅 这是不得了的 这种涨幅可不是什么2% 3%啊 这样的一个大面积的涨幅 但是咱们还是拿 欧洲国家来举例 实际上因为开的车的人多 因为疫情以后啊 人们就叫做报复性开车 有这么一个说法 突然之间很多人开车 车又更多 买车的人也多起来了 那这样呢 就意味着一个东西 就是保费 也就收得多了 在2023年的时候 Allstate 他们就570亿的进账啊 就是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字 也是很不得了的一个业绩 但是他报是去上一个财政年度损失 1亿8800万 还出现亏损 他说我还亏了 当然他是有一大堆他的数据支撑啊 对 撒谎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因为你这个就是犯罪了嘛 这个撒谎 所以不太可能是撒谎 上市公司他们的财务数据都有 都是公开的 都是核实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加州保险机 同意他们涨价 嗯 知道吧 对 所以呢 那最后呢 就是提出几个小的小的建议吧 就是说那个洛杉矶时报提出来 第一呢 现在开始啊 你这个寻价的时候 一定要货币三家 别以为你在同一家保险公司 那待了20年了 20年了 就一定是最便宜的 不一定 他说这个 但是呢 也不要轻易的去转 原因就是说 你待了20年 他毕竟他还有个长期客户的这样的一个优惠 如果你离开的话 你转来转去的话 人家保险公司都不喜欢要你 所以呢 这是一个地方 就是说 同时呢 他还建议 居然说 你可以去问一下 亲朋好友 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 好的保险公司 可以推荐给你 因为有的时候啊 不一定是这三大保险公司啊 有可能其他的保险公司没准 给的价钱不一样呢 第二呢 就是说 他要 他说是最大限度的 要 这个提高你自己的信用 这个信用里头 当然有几个问题 就是你 首先你的信用要好 所有的账单你都必须要及时付 水电啊 信用卡啊 什么 房屋贷款啊 这些你必须要及时付 不及时付的话 你在你不决的情况之下 你那个三大支付系统的 那个信用评级的那个地方 就在给你扣分呢 这个很严重的 你自己可以去到那去问一下 你自己的信用评级分数是多少 然后你不要去超额的用你的那个信用额度 然后这个信用卡上的这个卡债啊 当然也是越低越好 签越多 肯定你的信用分数就越少 据说这个东西啊 可能对你的保费的降低也是有好处的 我盼望的是2028年洛杉矶的无车 因为这样的话 咱们把它变成一个常态化 当然具体到那2028年咱先不管了 具体到现在 他们这些专家还有一个建议 就是说如果你的车上买一个叫防盗装置 这个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 这种防盗装置 所谓跟踪器啊什么之类 因为你的车要是被偷了的话 那就赔啊保险公司 你这多少支付额也管不了 对不对 当然说到支付额 你可以提高一点你的支付额 从什么500变到1000变1500 这样的话 保费会下来 不会涨你的保费 而且你提高支付额的话 你保费也下来 第一个就是去买一个防盗装置 然后告诉保险公司 我买了 那这个东西 第二呢就是 如果你有防污保险的话 尽量的把你的其他的那些 火险地面都跟一个保险公司 对 他喜欢说这客户 他所有的保险都给我了 对 他就给你一个 另外就是你家里孩子有个车 但是上大学去了 你暑假到寒假之间 这个几个月不回来 对不对 赶快告诉他 你告诉他 那这样的话 还有就是你的驾驶记录了 你打开这个一年内三次事故 三次两次闯口灯 那也就比较麻烦了 三次两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